TUI对阵FAF的第三局下半场 这局的话各位红夫人保平即可 上来的话第一时间来找这边的古董商 方向上面来讲古董商这波绕的机挺不错的 各位这边没有人排到 平行镜抬过来 但这个镜子没找到人 古董商这一波的一个反走 没想到 他以为人会在 他以为人会在那个往那个站台走 没想到人这边直接转合 囚徒这边的话 阿测是卡着楼梯 暂时先不暴露 因为知道你可能这一波找不到古董商会来找我 直接在二楼蹲着 有耳鸣 这里的话看红夫人怎么说 阿测这边应该是不动 大家注意阿测站的方向 大家注意到没有阿测蹲的方向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楼梯都会往哪边走呢 会往左边走 他蹲右边偏下面一点点 这边杂技也准备好了 这把他其实穷者前期的一个 我觉得布局布的很好 布局布的很好 让这边的各位一点机会没有 一刀打中了 这边飞轮交晚了 那布局虽然布的很好 但你布局需要花时间 你花了时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机子偏慢 一颗泥球跳开 红夫人这边过了泥球以后 这个镜子抬的是不是稍微早了一点 有减速效果 这边的话包过来 好像倒了 这扭出去了 蓄力道 那交闪现了 这一波没打到 红夫人亏一个闪现 再加亏 十几秒 这波有点可惜 这样的话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边的密码机总量加起来 你算四台都是七十四七二十八 人挂上已经总量超过三台了 傭兵卡半就一波不吃双倒 古董商下一波来打架 救人 保人 砸技手里面应该还有一颗球吧 目前来看 这边傭兵要过来了 囚图这里连线修机 古董商这波 当时为什么拉出来了 他可能是怕镜子抬到他吧 所以拉出来了 能卡半救下来不吃双倒 我觉得这个局 四人开门战的机会就挺大的 四人开门战机会就挺大的 最后一台机子 目前来看古董商这台修掉了 最后台机子应该是 囚图去补 囚图去补 然后连线那台76%的 古董商和傭兵一起来打这个 杂技 一起来保 救完人 打架保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打 看一下 果然 大家注意到没有 两台机子一踩动 然后这两个 傭兵和古董商都没有修机的 杂技一个人 这边他打下来了 两连 但是止割效果 够了 这边 止割效果 虽然不是特别好 但是够了 这边的话 飞轮躲掉这个镜子 能再躲一刀吗 转进 一刀 没打中 切 杂技 杂技这边的话 蓄出了一颗火球 蓄力刀 一刀 没挂中 没挂中 往前进板子 直接拍 古董商一棍 我跳过来 这一棍 好顶啊 这杂技 现在还是一个 二挂 大家注意 这杂技 他不是一个上挂飞 这边古董商 已经教完了自己的道具 两个人在修机 但凡扛一刀 四人开门战 这杂技还不是个挂飞 这边的话 无论如何红夫人一定要 鸡到杂技挂上才行 看到人上没棍 墙摸头 骗一刀 手术很快 再骗 摸 好的 机子好了 牵起来了 这边有个地下室 打了一刀古董商 这怎么 吃个镇兽也行 这不是墙摸头就好了吗 你为什么松了一下手 诶 这个地下室又不一样了 咋 咋 叶刀先打你囚徒 这边红夫人等于说 我有 这个镜子抬不抬 囚徒这边的话用电压着 那边的话掩护队友 傭兵应该是贴门了的 或者古董商应该是贴门了的 这边想要用落地刀来压 回身一刀 诶 这刀什么东西啊 这刀为什么打中了这个杂技啊 这刀感觉隔了800米啊 杂技这边的话没有道具的 一刀没倒 压 红夫人要切了 切过来这边没有交互点 门能开吗 椅子好像有点远 红夫人直接交传送 过来找到的是傭兵 这傭兵有点难处理啊 他为什么不先挂飞呢 不过我们上帝视角 我感觉这边各位也是打得有点乱了 因为穷者这边贴门 抬镜子一刀能打中傭兵吗 打中傭兵你也处理不掉啊 这傭兵回头过去点门 杂技这边是飞轮 傭兵回去点门 你管不管我 你得管我吧 你得管我这边杂技叫自己了 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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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边杂技 他先挂上就好了 这边挂上再传来得及 但是因为我们是上帝视角 有的东西没办法讲的 我们上帝视角知道传来得及 但是他那个位置判断 他觉得穷者这边 当时囚徒来救人的时候 肯定是贴好门的 而且贴两边门 对吧 那恭喜FAF 这把的话 穷者这边确实打得好 除了刚刚那波松手 有点可惜啊